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接著我要為總目158運輸及房屋局 我有提出修正案的部分發言 當然這個運防局局長是極不稱職 如果在其他民主國家,一早就下台,九十多宗 要我數,老實說主席,現在是限時限刻 我擔保我可以講兩個小時,講這個運防局的政績 然後告訴大家,張炳良應該回家睡覺,要去教書呢 那就講兩個小時都講不完的 逐樣先,先講高鐵,新聞燈到這樣 主席,在2010年的1月,立法會財委會通過高鐵撥款 當時估計的造價是650億 就說2015年可以進攻和通車 在立法會舊立法會大樓門口,小弟有份發動的包圍立法會 我們場內就小型拉布 結果被當時的財委會主席搞定了 撥款就被通過 這個是2010年的1月份 2014年4月,阿哥,就蓋了幾年了 政府和港鐵自己爆發 說這個高鐵工程將會延去到2016年才去完工 然後2017年才可以通車 接著就賴地硬 賴九十多樣,然後政府和港鐵互相推卸責任 到了2014年5月,那不就要估計吧,會超支的啊,主席 他說評估過了,大約增加到六八八十四億 即是多了三十四億而已 講你都不信了,是不是 接著到八月份去年 港鐵評估高鐵造價進一步會增加到七百一十五億 2014年的10月 港鐵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港鐵延誤發表第二份調查報告 獨立專家認為 高鐵會有三成機會,無辦法在2017年通車 造價有六十七個percent的機會會高於七百一十五億 接著到2015年的4月 本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的主席田北辰說 根據他得到的消息 即是來自高鐵城建商的估算,高鐵造價將會高達八百五十億 即是比2010年批了給他的六百五十億,多二百億 接著早兩天 最新消息 又是田北辰說的 高鐵的造價 將會去到九百億 如果這樣算,過千億就一定會 是不是 超資那幾百億就丟到南水海 喂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大部分的傳媒 都是炮轟的 你看看那些報紙的社論 是不是 讀一段給你聽吧 不是說拉布時間來的,人家真的說得好 是不是 沒有人知道高鐵何時進攻 最終造價是多少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港鐵及政府互鬥卸責 只會進一步添煩添亂 令言誤及超資問題惡化 將來港府要求立法會追加撥款 勢必遭遇拉布追擊 事實上已有政黨表明 若政府與港鐵雙方無法交代 超資責任誰屬 以及無法落實一地兩檢 將否決高鐵追加撥款 一旦高鐵難尾意味著投入的巨資 負資東流 若繼續投入 又怕淪為無底深談 高鐵工程有如一頭怪獸 吞世著納稅人的 金錢 也吞世著 僅餘的政府的誠信 及民望 引述完畢 這個是 5月7日 即是今天 東方日報的社評 高鐵造價無底洞 超資究竟誰埋單 主席 不關他事 不關運防局事 不關政府事 是前朝曾蔭權好大起工 十大基建 那你也要繼續起的 怎會不關這一屆政府事呢 上一屆政府固然是好大起工 硬來 霸王硬上工 2010年通過這個 全民 都反彈 而且非常反感的 所謂25公里 26公里 造價650億 那些人已經鬼殺那麼吵 深圳那裏多少 深圳到廣州那裏 多少公里呀 主席 是吧 香港幾倍 百多億人民幣 都不算了 一地兩檢又未搞定 所以我必須在這裏說 現在 突出來的支出 叫王國興計算數 是什麼概念 他有份支持高鐵撥款的 自己否復啦 不要寫大字啦 王國興應該否復 有份支持 高鐵撥款的人 應該坎頭埋牆 OK 即 現在說起立法機關 老實說 助奏為約 即現在正在動運防局 但想想立法會議員 當年小弟都是立法會議員 不過我反對高鐵撥款 OK 高鐵工程延誤 其咎在誰 都不必問 又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吧 九十幾樣 很清楚啦 責任就是政府監督不力 港鐵 那些管理階層失職 但是沒有人需要負責的主席 在現在的制度底下 沒有人需要負責的 那個行政總裁那條鬼佬 我們不是歧視美國人 OK 喂大哥 拿一大塊錢走投 惹你也傻 接著可能在美國 笑你香港政府 已經在 是吧 即是去年四月十五號 就已經爆發了 這個 所謂 廣深港 高速鐵路香港 斷工程延誤 是吧 到最後 不認不認還需認 接著就互相 推毀責任 有些人甚至說 港鐵自己什麼啦 這些超資的費用 港鐵什麼不是我們什麼 主席 特區政府佔七成的股份 不是香港納稅人有份埋單 是不是 最興人什麼呢 我們經常說的 特區政府 那個公共理財 八個字而已 是吧 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 OK 基建超資 這個就是冤枉甘心 過千億啊 現在講的加起來 主席 過千億是什麼概念啊 又叫王國興計算一下 不去否復 即是 我現在要撩他進來講話而已 接著我去禁鐘 大哥 這樣才叫辯論 有種的客人來講 有份支持這個撥款的 犧牲講話 善財難捨 製若扶傾你就善財難捨 基建工程就冤枉甘心 扔到鹹水海 我們的血汗錢 一個老人家七十三歲 要拿張假身份證去做保安 判他四個月監 三百封求情信都沒得救 告訴你 黃議員你重複了多次了 冤枉甘心啊 基建你就 扔到鹹水海救下那些老人家 是不是 製若扶傾安老你就安不了腦啊 大哥 怎麼樣無關啊 成千億 的超資包括其他的 港珠澳大橋 連塘口岸 其他的鐵路 的工程 全部都超資 只是這一條已經是死罪了 對這個運防局局長來說 沒事的他 一樣可以坐在那邊眼眨眨眨的看著你說話 皮笑肉不笑 你說麵皮厚 沒人厚得過特區政府的官員 主席 雖然你麵皮都很厚 但是他們比你還厚 是嗎 麵不紅耳不熱 喂大佬千多億這樣丟到鹹水海 是嗎 那些老人家你不夠他 怎麼離題呀 是嗎 那些錢 喂 即是等於 現在未講啊 下一節講 喂你過三跑 一千四百多億 不是香港人的錢呀 在偷換概念 喂五百億 那個所謂政府的 就是收入 你凍結了那些收入可以做開支的嘛 哥 可以建幾多間醫院幾多間學校 幾多棟公屋 是嗎 還不是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呀 八個字講完啦 喂誰令到 即是現在出現這樣的局面 是不是你這個特區政府呀 不受虐制 喂我們現在發口說風 罵完就是這樣 最多幫小市民出氣而已 現在是 和大局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他面皮厚 他不用下台 所以現在說減他人工 也減不到這個修訂案 一定被否決 是不是 那都要借這個修訂案 來揭發 這個特區政府的這種醜行 是嗎 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 即是 關於這個所謂高鐵 為什麼會工程延誤 我又不想再浪費口水在這裏 將我們現在預備了的資料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但是有時候我們看到 那個結果呢 就是令人非常之沮喪 失望 是不是 這個行政總裁委達成 來職的時候 可以拿五百八十萬 的基本薪金和津貼 另外額外得一千五百萬 五百七十萬合約結算金 我大哥 只是沒有發一筆 大約五百萬和表現掛勾 的薪酬 總共都拿二千一百萬走 然後他作為行政總裁 這個高鐵工程延誤 他可以拿二千一百萬走 大哥 即是等於民航署長胡作非為 被這個審計處 出報告批評他 張木委員會出報告通緝他 他一樣好觀我自為之 接著退休就可以拿一千多萬 接著每個月還有七筆多 我大哥呀 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公義呀 做錯事不用受罰 是不是 即是你看到這些結局你就慌了 接著整色整髓 整個獨立委員來調查 調查些什麼 是不是 結果已經是很清楚的 答案 就是你政府 監管不力 港鐵的高層 管理不善 嚴重失職 但是不需受到任何的懲罰 這個偉達成可以拿二千一百萬走 即是你有時看到這些結果 你怎麽樣不會失望沮喪 請問 我們現在今時今日在這裏 你是說拉布 其實被你剪了 拉什麼 是不是 我們借這個機會 即是就我們提出的修訂案 去修理下這些不稱職的高官 真是天地良心 看天行道 我現在告訴你 但是也沒用 吹他不像 他繼續坐在這裏 今天有一份報紙更好笑 主席你可能不知道 即是這個 信報不知道是不是他老友來的 有一篇社評叫 張炳良 莫讓燙手山戶 淪圍污點 那我勒論是說什麼呢 講這個張炳良 本來那個仕途看好的 因為他有機會選特首 這麼有趣 他說最近政壇有風聲傳出 如果政改方案最終得以通過2017年 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 張炳良說不定是其中一位可以考慮的候選人 算得上是能夠入閘和出閘的黑馬之一 因為他擁有民主派的背景 做過民主黨副主席 而且有公職經驗 你又不能標籤他是土共 又不能歸類為反共 參選的話就不會受到兩大陣營 太激烈的排擠 問題是 他主管的運輸及房屋事務眼前有三個燙手山戶 處理不好會嚴重失分 第一個就是高鐵 第二個就是三跑 第三個就是房屋問題 但是現在很流行點名 哪些人有資格出閘入閘 很奇怪 這是甚麼世界 報紙都行 報紙無所謂 只是評論而已 那些行政會議成員 羅範招勳 語無倫次 原來 兩隻是鬼來的 告訴你湯家華加郭榮鏗 他們可以出閘的 然後 董建華 懵了 難怪叫做老懵懂 反共的不行 誰說反共不行 基本法寫了 白癡 年齡以智慧船返 給回家臭孫 怎麼可以這樣說反共的不行 甚麼叫反共 主席 你解給我聽 有沒有人可以解給我聽 甚麼叫反共 黃毅民議員離題 當然離題 講到這裡就快要時間了 反共有言論上反共有行動上反共 基本法寫哪一條寫說 你反共不可以參加行政長官選舉 主席 對不對 沒有 天下間多少荒謬的事呢 講完 陳家洛議員 我同意 如果你要感謝